小朋友啊 他們希望的就是 最好是跟他原來的髮型一樣 那就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就不怕被同學發現說他 他戴假髮這樣子 要自然 就是因為 假髮如果不自然 就很同學就會 就會覺得很奇怪 接受外療的孩子很重視衛生 對還有就是 需要就是這個假髮要 常常清洗保持他的乾淨 對他本身的疾病 跟他的抵抗力來講 會比較好 對 除了自然之外 我們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他的假髮的那個緊不緊 就是很怕他掉下來 因為掉下來其實會 就是如果在上學的時候 就會同學就會被 就會遭受到一些異樣的眼光 甚至有些同學取笑 所以他們會很受傷 所以我們很在意這件事情 還有就是 他透不透氣 因為不透氣的假髮 小孩子戴不住 尤其是這種夏天 你如果是在家裡冷氣房 或醫院冷氣房裡面 我其實都還OK 可是 一到學校的時候 就是很熱很熱 所以我覺得我們 在挑選假髮的過程裡面 就是 自然 直不緊 然後 還有就是 脫不透氣 對 當他開始接受治療 他知道說 他會掉頭髮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 一直掉眼淚 因為 他覺得 他就變得不漂亮 不好看 然後尤其當頭髮 要掉不掉 就是剩下一點點的時候 那樣 那個樣子 還有包包臉色 氣色不太好 就是 小孩子都不願意 照鏡子 然後甚至他就是 不願意走出家門 更不用去想說 要去上學 但後來我們陪他去挑完夾髮 戴上去之後啊 然後 他就在戴著帽子 就很可愛 然後 我覺得 他就 比較有信心 在這個很艱苦 艱苦的過程中啊 我們如何讓孩子有勇氣啊 其實我覺得 外表對他來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